在我們的教材裡面有整理一個場面快速鍵 所以你可以進來 我們剛剛有稍微分享一下就是你怎麼複製對不對 然後平移就是這個 還有是不是有放大縮小 Ctrl鍵加上你的滾 你看我們網頁上也是一樣Ctrl鍵加滾 有放大對不對 右上角這裡 這樣知道意思了 跟網頁上是一樣的 那麼這是比較常見的 那麼3D其實也有 3D也有 如果說你3D你要放大縮小 隨著放大縮小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你看我們回到這邊來 我要用滾輪雖然也可以 但是其實比較慢 真的比較慢 你平常按滑鼠左鍵是不是平移 有沒有就旋轉的 我們講說旋轉那個角度 可是我今天想要看清楚這裡 你可以按住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我這樣好像快一點點 有沒有 有沒有比你用滾輪慢慢滾花一點 那因為我按的是這個 在這裡 Ctrl鍵 不是Ctrl鍵啦 就是那個滑鼠的滾輪 我應該是按住 應該不 Ctrl鍵 你直接按住滑鼠滾輪也可以 有沒有 或者Ctrl鍵按著 Ctrl鍵按著 然後搭配滑鼠那個 shift 滑鼠 按住 對 你按住shift加上滾輪會比較快 然後 然後Ctrl鍵按著也可以 Ctrl鍵按著也可以 就是搭配滾輪不要用滾的 是按住拖移 滾輪按住拖移 有沒有這樣快一點點 對不對 沒有滾的 它會慢慢的 慢慢的 我們現在模型比較少 所以你覺得可能還好 但是模型比較多的時候 這個速度 就會真的有比較大的差異 所以這個你可以參考一下 你可以參考 那剛剛呢 我也把那個講義的部分 把它放進來了 在這裡 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重新整理一下 你的頁面再進來就會看到 雖然各位你手上沒有拿到講義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我剛剛講的 那麼裡面呢 會有提到幾個 3DDN的部分我們在講 在下面這裡 這裡 剛剛的基本操作有沒有 你怎麼打開 然後介面的說明 我剛剛都沒有打開 這裡各位看 介面的說明 主要呢 我們有一個沒有特別提到的 就是左下角這裡 左下角這邊就是 你已經有加入什麼 已經有加入到 我們場景裡面的模型 它會列在這邊 所以有些時候 因為模型比較 有的模型比較大比較好選 有的模型比較小不好選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從哪裡 從左手邊這邊來選 這樣子的話呢 其實你會更容易選到它 你看 如果我已經不知道 盪鞦韆或狗在哪裡 點到它 有沒有狗就選假了 這樣了解意思 因為現在模型不多 所以你覺得可能還好 等到你們家 萬丈高樓平地起之後 好 滾了滾了 甚至像101的成績 你要喝水 那這個時候 他就派得上 仰幼長 好 再來呢 我們往下看 好 這裡存檔的部分我就先在錄下我們往下走 剛剛我們的這個模型的地方在這裡 有沒有這四個東西 對不對這樣一看應該說明就很清楚了吧 好所以記得這個縮放是指平面的縮放 平面的縮放就是水平的 那這個是高度的部分高度的縮放 如果你想要怎麼樣比較精準的 我們剛剛講說我都隨便弄一弄對不對 但是平常說這樣我會比較精準一點 精準一點我就不會在這裡 而是怎麼在這邊 你看喔我就直接點兩下動動 你可以看到我們右手邊這裡有沒有 它的寬跟高對不對 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這裡勾起來 因為維持等比例只要你改一個 是不是其他三個就一起改 這樣就比較快一點這樣會了 那當然懸空高度呢 有沒有看到跟角度也在這裡 都一樣 所以你透過這個地方 它是比較精準的去控制 甚至呢你如果希望它的名稱 你可以自己定義一下 都可以 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應該在各位在學習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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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